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謝大家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請求 那我知道我們禮拜也是公大計劃的網路的一天 所以今天可以就是大家播空幫忙安排這個會面 非常非常感激 那我是張恩子,她是我先生Rabinta De Silva 我們兩個第一次會面是在斯伊蘭卡內戰結束第四年 北部省舉行的第一次的北部省議會選舉 那她當時是斯伊蘭卡律師協會官選團的結條人 然後我自己因為因緣際會的關係 參加了Enfield Asian Network for Free Election的官選計畫 那我們見面的當天就討論了非常多 有關斯伊蘭卡的人權問題 尤其是就是戰爭如何影響了今年的mindset 然後還有他們的心態等等 那當下其實隔天我們就決定 就是當下就決定要一起成立一個青年組織 然後我們隔天就就就就就從事了第一項活動這樣 那這個組織叫AFRIEL AFRIEL一方面呢它是青年的天使的意思 那另外一方面它的全名是Association of Friendship and Love 有點奇怪 對然後它其實一方面就是說代表了我們想要在這個戰後被摧殘的社會裡面建立多一點的彼此的社會關懷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它也是一個策略上的業務單 因為在北部呢戰爭過後軍民比是全世界數一數落的高 每十位平民就有一位軍人 政府對人群運動打壓非常嚴厲 那情報活動也非常猖獗 所以在這個就是用過這個名字我們可以在鄉間可能舉辦一些Friendship Club的機會 然後討論一些彼此遇到的人權狀況 然後可以減低一些情報人員的感慮 不過因為現在就是組織漸漸漸的規模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大部分參與的人都是青年朋友小朋友試婚年齡 然後就會有些家長覺得Friendship and Love 這是不是是不是一個相親的地方 就像那個Lumbo 愛著船 才可以到建台三個禮拜就要結婚了 對 就大概是為了不讓私人輕擔憂 所以我們現在也有一定的規模 我們就大部分都自稱Friel U Network OK 對 那我們組織的裝置呢是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平台 讓斯里蘭卡青年尤其是受戰爭影響的這一群呢 可以了解到要如何用和平的然後民主的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利 那同時就是也增加公民的參與政治的意願 尤其是草根的民眾 那達到這個目的我們透過三個方式 第一個方式是增加青年對人權民主還有政治的知識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增加青年對跟不同族群的一些接觸跟對話 那我們每一年呢都會透過兩個課程 每個課程約六個月 在這個方面增加青年的民主知識 那這兩個課程總共加起來每年會有300到350名 尤其是我們會特別選出是主要是從弱勢家庭 對 可能大學畢業我們反而不會就是 對 那我們參加這個課程 那在課程結束之後他們會透過各種不同的活動 去跟一萬兩千名到一萬五千名每年的草根民眾接觸 然後討論他們遇到的day to day life issues 然後在政策還有治理上面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在這個階段在課程結束之後呢 他們就會正式成為志工 志工會透過組織的指導之下 跟公家機關合作去增加民眾跟公家機關在問題解決上面的協作 我們過去九年有出立的將近三萬個案件是跟土地相關 包括土地非法徵收 非法的佔領 還有土地所有權之間的紛爭 那有將近六萬個個個案件是跟身份文件有關 因為戰爭過後很多人 對不對 就是懂一三億 所以有非常多文件是像身份證啊 出身證明啊 還有 身份證明 出身證明 然後結婚證書等等的 那在人權的部分過去九年處理了超過一萬五千個案件 主要著重是在移工 然後勞工權益 婦女權益 然後受虐兒的事情 然後包括選舉賄賂等等 在經過第一輪的訓練 第二輪的實務經驗之後呢 這些青年就會開始從事一些倡議的活動 然後針對 因為他們從這兩個步驟之後 學到了這個社會有哪些系統性的變革 有哪些政策需要被改變 然後去參加一些倡議的活動 那經過多年大家非常非常的努力之下 就是有一點點小小的成果 包括是我們成功讓國會通過了一個決議 確保說有18歲以上的公民 可以就是被登記有選民 因為之前因為選民登記有時間差的問題 所以有幾個月出生的人沒有辦法投票 那在2019年呢 我們也主辦了斯里蘭卡第一場的總統大選辯論館 那是主辦單位有兩個 那AFRL就是其中一個 那跟政府的合作有包括 我們主要是土地調節委員會 主要的合作夥伴 那2017年之後呢 我們通過了全力RTI Act 全力資訊權利法案通過 那就是過去這五年 我們一直都是媒體部跟資訊權利委員會的主要合作動項 那為什麼斯里蘭卡媒體部會跟這個有關係 是因為它底下有一個RTI Unit 主要是負責增加 民眾跟公務人員對資訊權利的了解 那這次會面的目的 是希望有沒有就是 就是探索看看有沒有機會在強化 斯里蘭卡資訊權利這一部分 讓斯里蘭卡的媒體部跟資訊權利委員會 和數位部這邊學習跟合作 就是我們目前正在規劃 正在規劃 正在規劃 斯里蘭卡媒體部跟資訊權利委員會的 strategic planning 正策略規劃的活動 那大家都知道 斯里蘭卡的經驗破產 所以其實有很多政府的部門的預算 其實夠 那我們大部分就是公民團體 哪一部分可以幫忙 就是部長幫忙 那這部分就是他們策略規劃的 接下來五年的工作的策略規劃 就是由EPLFIT 那在這個策略規劃的活動呢 我們會邀請stakeholders 然後去討論接下來五年應該要怎麼樣的工作 可以讓國家 讓政府跟公民在資訊共享方面更有效率 那除了資訊規劃 策略規劃以外呢 我們目前跟媒體部的合作 還有包括有訓練八千位公務員 他們對於資訊權利的支持 然後尤其是探討過去五年上遇到的挑戰 跟不足的地方 那跟資訊權利委員會合作的部分主要是在於 增加公眾的宣傳 然後尤其是在另外一部分還有在 當公務員在資訊權利方面有賭職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有特別的調查 那在2017年資訊權利法案 剛通過的時候呢 其實資訊官我們叫Information Office 它每個政府單位 每個政府的辦公室都會有一個資訊官 那他們是負責就是接受application 然後跟提供這些資訊給民眾的人 那他們其實是相當 我覺得在剛開始是相當支持的 然後也大力的配合 那在最初資伊達卡政府等 就是政府機構主要是跟印度取經 針對要怎麼樣讓公民對資訊權利的 增加對公民對資訊權利的需求 這方面 那其實也改進了不少 但是近年來就有越來越多的資訊官 會找到一些小手段 就避免小手段或是delay提供資訊這樣子 所以那現在的拒見率相當高 有將近六到七成 所以對那這部分其實就讓公民慢慢覺得 對資訊權利法案失去訊息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資訊權利法案有提到說 就是它有提到武力政府機構 針對某些特別的信息要主動披露 但是在實務上也非常少見 那另外一部分我們想要尋求 數位部這邊的指導 也是有關於公部門系統的數位化 其實有非常多的問題可以得到 就是在資訊欄還可以得到 公共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像是 而且大部分大家申請的資料都是跟行政資料有關係的 就是一些文件 那包括像是另外像是我覺得 在數位化的部分 這樣可以解決的公共問題有包括像是 經濟發展啦 然後杜絕貪污啦 然後增加公民 公民代表對就是公民代表的問責 還有增加大家的參政等 那可是現在遇到的挑戰是 資里拉卡沒有身份證 沒有身份證件的民眾有獎近70萬 那有很多人手上沒有足夠的文件去證明他的土地所有錢 如果你想要到公家金官申請副本的話 我們看到很多案件是 就是這個過程可以長達將近20年 那幾 對 20年 20年 那透過資訊權力法案之後呢 可能一開始就是我們通常你提出申請之後有三天 公家金官有三天的時間可以給Acknowledgement 那接下來有14天 14公會天可以回答 那他們還可以提出說 這個部分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給你回應 然後可以再延長21天 那21天結束之後 你如果沒有得到你就滿意的回答 或是被拒見的話 你可以向Designated Officer 通常是資訊官的上級 提出異議 那他們還有14天的時間可以回覆 那如果到最後都沒有的話 才可以跟資訊權力委員會去做上述的工作 所以即便是在資訊權力法案通過之後 很多事情還是被拖延的非常的久 那另外一部分就想要提到的是 斯里蘭卡的人口數其實跟台灣人口數相當 沒有2100萬人 可是我們公務人員有超過200萬人 然後 對 超過200萬人 而且在 零選到 調職到 晉升的這個過程都是非常的高度政治化 而且可能包括他所受賄弱等等 所以我們一方面呢 正在跟那些決定員在倡議說 是不是就必須要改革公務人員的 零選系統 對 零選制度 尤其是必須要大規模的 實行國家考選制度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在跟公民團體 還有政府機構遊說 希望可以 可以實施行政系統的數位化 對 那我覺得我們雖然是外行 但是 其實在整個觀察下來 我覺得在斯里蘭卡的 目前是相當有潛力做這一塊 因為一方面其實公家機關 並不缺乏電腦跟其他的硬體設備 只是都沒有在用 那 對 那 民眾就是民眾還有公務員呢 的電腦知識其實也是足夠的 那 跟其他的南亞國家不一樣 實在是幾乎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 那即便是在偏鄉地區 可能不是人人都有 但是 通常一個家庭都會有一個成員 會使用智慧型手機 那另外一個 比較好的例子是 我們在今年政府破產 然後經濟委員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國家沒有足夠的石油去供大家購買 所以 政府就決定說每台車每一個禮拜 只能給20 就是只能購買20公升的汽油 那 他們就 他們就發展了一套QR Code系統 那 給所有的車主登記 然後給所有的加油站使用 那這套QR Code系統發展得很快 他在 他在開始就是在開始發展 然後到最後 時事的時候只花不到一個禮拜 那大家 車主的滿意度也都很高 那 那我就是簡單的結論就是 我 簡單的結論就是 在面對目前資里蘭卡經濟跟政治的一個不穩定的狀況 其實大家的改革的呼聲都相當的強 那我覺得 在這一方面 其實大家在在實行資訊權力法案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遇到了一個瓶頸 其實非常需要外界的一個外界的一個激勵 然後多聆聽不同國家的成功的經驗 就是要花鄉台灣 嗯 我們 也想說也許就是透過 嗯 我們現在要做的strategic planning 策略規劃的活動 可能 台灣的經驗可以對 斯里蘭卡在未來五年資訊權力法案推動上 就是有一個另外一個不同的展望 就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推進力 那在數位化的部分呢 因我們就是最近有提出了一些政策政策建議 可以也發給所有的 呃 斯里蘭卡主要的政黨 那 呃 其中就有包括說我們希望 呃 公務的行政體 行政系統可以 數位化 那在過去 兩個月來 有越來越多這樣的討論在國會發生 有三個主要的政黨 就是 包括昨天其中 就其中一個 就在國會大力的宣傳這樣的理念 可是在接下來 呃 就是斯里蘭卡很容易 有一時一頭熱的 的情況 所以要怎麼樣把大家的興趣轉移到真正 實際上的操作 我覺得也是需要一個 需要一個外界的 或是推進力 或是讓他們了解到 我們在一開始 初位化一開始 的 就是初始階段 要有怎麼樣的 然後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技術問題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挑戰 必須要面對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如果完成的話 大概 會是怎麼樣子 有一個這樣的想像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 目前 EFREL跟 一些政府機構 包括是媒體部 資訊權力委員會的一大合作 可以有機會 也許 讓台師之間的長期 就是長期的合作上 等於是得到一個契機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 嗯 我們一直在爭取一些國際空間 那 包括我自己 有很多朋友 就在外交部服務 大家對於爭取國際空間的壓力 其實非常的大 那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不管 有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國際空間 嗯 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 其實 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台灣的經驗 其實 台灣的存在本身 就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對 然後 大概 大概主要介紹到 到此為止 然後很不好意思 因為 其實像我剛剛跟 武裝副師長有提到的 嗯 在斯里蘭卡呢 嗯 作為一個外籍的 呃配偶 就是我其實沒有公民權 然後沒有政治權利 所以其實過去十年來呢 我在 在 在Freal 主要的工作 可能像是 以來 呃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然後寫 企劃書啊 然後寫 就是 寫一些報告之類的 我比較少在公開場合 嗯 談話 尤其是經過北部 就是比較 嗯 比較 比較認真 比較壓迫的席地 我其實通常都 可能 會比較小心 那如果有參與 通常 但是 但現在就比較好 就是我有參與一些 可能公開的場合 只是 對對對就是 我已經很少很少 可能之前對外公開講話 大概已經是在台灣 大概十年前的事情 那主要我們 呃 我們 我們 我們組織 呃 跟其他公務部門有直接的合作 就是 有另外一個執行長 然後 然後跟 跟我先生 那如果 大家覺得 有哪個部分 可能說得不清楚的 或是 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更加補充的 尤其是針對媒體部跟 除了經驗分享之外 另外聽起來還有能力建構 能力建構就會比較花時間 就會變成是 去看他們的公務體系裡面 有哪一些系統 還沒有數位化 但是 呃 希望大家知道說 這件事情如果數位化 可以帶來怎麼樣 立即的好處 然後就看我們這邊 是不是已經有軟體系統 或一些東西 可以直接 呃 讓他們使用 是不是 就是第二部分是感覺更進一步的 就是 實際我們在用的 呃工具也好 或者是系統也好 呃 在斯利安卡落地嗎 呃 那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這兩個部分 嗯 嗯 那 那 那我們 呃 部長說的是 就是 基本上只有這兩個部分 那我們 目前的規劃呢 是說 呃 看數位化這邊 可不可以在 我們那個 Strategic Planning的其中一個 Session 大概 大概 跟大家 呃 跟斯利安卡的高 就是政府 政府高層 但是不會是政府高層 大概 我們大概會有50 目前的規劃是大概50萬左右 去分享台灣對於 嗯 資訊公開啊 開放資料啊 電子化政府等等 對對對 那 呃 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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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因為在這個 strategic Planning之後 他們會 擬定 接下來五年的發展 發展計畫 我們通常 嗯 政府機構都會 五年五年的 就是在那邊五年五年定下來 那 從 呃 他們策略規劃的結論 之後 就有得出一些結論之後 嗯 我們也許就會向 呃 書衛部這邊請議 然後 這個過程可能會有第二次的 縣上會 嗯 那在這個請議 呃 在這個 第二次縣上會議的請議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 我們希望可以找出進一步 有怎麼樣的學習需求 那 呃 其實 那個 自己拿開那邊的 呃 政府 單位 大家是 大家是很希望可以有一個 study visit 那 我們這邊覺得 study visit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才不會 對 才不會真的就浪費資源 所以在這個 我們找出進一步學習的標的之後 就 呃 未來 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我們組織有辦法 就是support這個部分 然後 就領選一小批人 可能包括 呃 諮詢權力委員會的委員等等 來 台灣做個參謀 嗯 對 了解 好啊 你就看同仁有沒有什麼要回應或詢問 我先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 其實算是一個 類似非政府的組織嘛 然後只是說 跟政府機關有合作 但是 你們用什麼力量去 讓這些 政府的高層 可以來參加這樣子的 一個 線上的一個 會議 就是會不會來的 其實不是 不是你們想像的 就是 真的可以做決定的 那些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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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在英文上,他们提到... roiter别 我会尽数 在FRL社或关系公司 我们当chsel sample 判分之一 太久,十年 AM 其实在我们的资源公司和媒体公司,我们有六年纪念和信息的时间,我们的信息和信息和信息。 我们没有认识的认识,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六年纪念,我们工作和他们的信息。 我们有几个人的信息和信息和信息。 一是我们是团队的一样的团队 我们都保持这个团队 另一是团队的团队 我们不接受的任何工作我们做的 那种方式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一个主要的主要 我们的主要是来源的主要 我们的主要是来源的主要 主要是来源的主要使用的主要 这些是来源的主要是来源的主要 我們來自主政社會之後 在可能性檢查中會有兩種特別的 fall 其中一個會的开座 特定 Study著自主廢 其中一個會在公議中 在法外公pp裡 但這不是公這個女社會 給知過財 wa CAR and the Media Ministry and FPL have a corporate plan for implementing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ivities. Then we both separate independent right to information commission maintaining their independency separately but only getting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Media Ministry. And the Media Ministry have a separate unit for the RTI unit actually as a former government president who ran away from country, Gautabi Rajapakshan Stein this RTI unit they stopped work. And the Media Ministry that we didn't stop work with the Media Ministry and we restarted the RTI unit and there's a committee in the Media Ministry and FPL and the Media Ministry and Right to Information Commission participate in this committee and we are deciding how we are working but we are ensuring another one thing when we are working with these two institutions and we are open space for othe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that we are ensuring that part also. Actually your question is very critical about how we are going to ensure this institution because now we are as organization we are running all the government training programs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now past one year Now already we train around 3,000 government officers and now we are start training another 10,000 government officers in Sri Langan public sector and under this we train all the ministry around 45 ministries senior officials and we buil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d also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separate training program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ctually we have better background to organize these groups Also like this month 18th we are going to have all the ministry senior information officers and the Right to Information Commission and Media Ministry senior officials group meeting to planning how we are going to do next five years plan and plan for that That is another thing okay this is what I can say from my side because based on our background organization background and what we work with them past we have we can ensure those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it's not an official agreement but we can ensure we can bring them together not only the MCV society organization some private sector individuals like we are actually networking and connecting institutions together but we are trying to maximum keep our role in a neutral way and open up our space for others So my English is perfect No it's perfect We understand Almost Yeah But I think the director general one's question really is that you talk about the information offices in each and every ministry Yeah So when we run a let's say a workshop Oh To get all those CIOs or their director generals or section chiefs or the people that help them like the frontline staff I mean each level has its merits but we didn't know which level you have in mind Okay this first stage we are having in mind RTI commissioners Okay And media ministry Four commissioners And media ministry secretary and additional secretary layer Yeah because the additional secretary is around seven in media ministry Yeah And important other ministry additional secretaries Okay Because additional secretary is the information officer Okay It's after Minister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They are the position to decision making Right Yeah And that senior layer only we are taking to this And selected national level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And also we are going to include grassroot level few organizations It will be like all by teleconference everybody will be at their home their ministry No No What we are sorry I disturbed you Okay We are planning to bring them to one place Okay This is in person and then it's easy to connecting with here Yeah I see Yeah Okay We are not going to invite any political leadership to this event Because we are keeping in that Not MPs Not MPs Because there is currently Israe Langer political situation very complicated Right So just career public service basically Yes But senior ones Senior ones Okay Ministers from ministry Yeah ministers basically Minister we are not going to invite Because minister like They are MPs Yeah Yeah Two reasons actually Recently past one and a half year There is six media ministers in Shrede Langer Everything was changing Right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Their role is actually cabinet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submissions Those things And other day-to-day administration doing by secretary Yeah Okay That's the point I think that's good Actually we can From the different people Or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usiness Or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usiness I think okay That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If we can share If we can share If we can share We can share To share For example Some of the things There are two points The number of the public参与 Our point is We can share The number of the public We can share The number of the public 服務給民眾的那個,因為這三塊其實可能個別可以講很多啦, 那我不知道說會比較希望著重在什麼地方。 三個點是一個… So, serving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that's one,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a good system for efficiency, like also anti-corruption, actually transparency, and so on, that's another, or just to focus on delivering government services, like the QR code, for fuel, or whatever, that you mentioned. So, right, so it's participation, accountability, and service delivery. Okay, the three of, all three points important, I think we can base on the first two, focus to government topics, service, and th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 think we can, I think it's like a few stages. I know. We can plan, otherwise it's a lot, and then we can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gether can bring up our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所以就是從數位政府服務線,就是增進服務品質嘛, 然後內部的效能嘛,那民主參與再說啦,對。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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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the thing is, one important thing, like about corruption, in Sri Lanka. Sri Lanka is past one decade, if you see, there's a good policy reform happen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rruption change, there's a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 business community, and politicians, these three groups. and then someone want to initiate something, good policy reform and want to implement, then these three groups collaborating each other and making a movement to stop those reforms. There's a right to information act, good. But problem is, then someone questioned about recently, had a right to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about tear gas, because government use expired tear gas against protesters. and disinformation questioning, then politicians not coming up and pressuring, we can't provide this information. Politicians saying, we are not disturbing right to information, the commission should follow up their procedures and follow that. But they are using religious leaders, Buddhist monks, who come forward and saying, this is a threat for national security. You are questioning about our procurement procedures about this, and question. This kind of connection and because these three groups supporting each other and surviving in this corruption change. But what I want to add, if this about public service and service providing and other parties efficiency, how we can build trust on these officials, and it can be one tool for them to break this higher corruption change. Sometimes, because in past 10 years, Sri Lanka, we see so many government officers facing legal cases against corruption issues and because of supportive politicians, corrupt activities. When I go to Sri Lanka, I will practice more. That's perfect. Okay. we see that. At this point actually, the law enforcement DC is going to accept theance of the population. markets can basically 1992 prevent corruption. So you can use the Malcz fuuga system to report through the file. 標這個案子,二來這些標案的資訊如果也公開在上面的話 就比較難以造成說crushment的一個狀況 就是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譬如說如果我們 內部的一些計劃,或者說內部的一些公務 我們這邊像我們有一些公文系統,或者說一些計劃的管理系統 那那個同時它可以做到計劃的管理,或者說是內部的一些行政的流程管理 它可以提高效率,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 類似以後你可以來追蹤回去說到底當初誰做了什麼決定 或者說是這個專案是怎麼管理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它也是同步的可以做到說這個房子 這個 必案 對,必案的一些狀況 我覺得其實這個可以這樣 對 但是我想要再往下 來一點 因為我會比較想說 當然如果要做到上面的application 對 其實是很棒的 可是 我們可能還是要回到斯里蘭卡 那個人生前的基礎 建設 就是有沒有GSN呢?有沒有電子簽帳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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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東西要發完 對 對 已經有了發完一些 對 可是網路上面要網上發展application 一定要有一些 比如說你要有那個 公務人員一定是人事主張一個主持人 要建立一個人員的資料 對 其他人員 那或者是 比如說財稅也是一樣 因為第一要有一些基本的設施已經是沒辦法起來 往上去才能夠繼續馬上發展其他的活動 當然如果以斯里蘭卡現在開始能做建設施 如果覺得 這個時間點就是所謂跨機關的變速 就是我們之前在多用化的體諾 對 這時候如果他能夠把這個 format 也把它規範下來 那也許在這個學王他要做到跨機關之階 資料的能量 甚至從 這樣扩張的方式去強化那個效能 所以我覺得 辦的是一個很好的 技術活動 對 總共有關於 有關於 plywood工廠的 貼紫先生 對 原來不像任何醫生 沒有任何人 公表達 對 有關於 Bhad 有關於 現實問題 是水深 feeder пост ken 在图 forme和照片的查 tin 等等布图 是啊 simplified 图像 如果不必 aprender 有些emente短 chicks there's a book like sometimes 56 years old and we have to apply and wait a long time to get one copy maybe it's only half page like that but what i want to say like we can like there's so many challenges in this section like we can document like a we can prepare brief document between one month period about currently what kind of is for having and what are the status of that and then it will help to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we can move forward that way yeah because example like now currently a real running program with 100 divisional secretaries we have 300 divisional secretaries administration division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card that's as i think grace mentioned like 700 000 people citizen doesn't have natural identity card some people 70 years old still doesn't have natural identity card and this kind of different sectors different documentation processes having and also it's mainly manual like some of individual grassroot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try to data collections that also mainly manually and uh uh basically we can prepare this uh status and challenges and uh what kind of current existing program going to change this kind of things together we can share it 可以可以可以我們可以幫忙看看一下那樣子 不過很多的確很多的應用都是要從基礎的資料庫開始 因為如果你沒有戶正的資料庫的話那你就不知道到底有哪些人 你沒有剛才講的那個地震的資料庫的話 如果是一本書的話那你根本沒有資訊畫畫你根本不用談說在線上去怎麼樣子去 做些好的服務 一本書有另外兩個公頁的制約吧 一個是激活動機制兩目的制 loin 基本上是12個年的制約 但是仍然未做過,但所有錢都把電話收納了,但那些啟動作結束 都會花費,但都不會發生了。 有些啟動作開始,但什麼都不會發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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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是從1998 1997 由Internet開始 1997 但是在那個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 湖震、地震、工廠這些的大型資料 都已經有 其實已經是generated 而且是輸了 對 但是 但是如果 如果信仰卡現在要開始的話 我覺得也不見得要一下子做得很大 或者是說甚至有一些的功能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建 還是我們可以用一些 先從一些 不用花太多錢的 之前那個ITU GovStack 就是打算去弄一堆免費的 自由的軟體 來確保說 這個他至少不用花太多錢 在這些大的系統整合上 可以先需要什麼 我們先做幾個prototype看看 對 不過我們跟GovStack 當然現在也還沒有非常密切 我們只是有一些專家在那邊 但是概念上面確實 因為如果現在要他們拿一大筆錢出來 那不用談了 對 已經破產了 對 那如果說 GovStack 可能是變成 我們是有一個恐竅品 是 嗯 就是說不用花太多錢 對 對 對 應該可以啊 不過他們現在上面已經有一些的 概念就是 它有一塊一塊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 是 那他們可以 就直接看 看 看他怎麼用 你就可以 對 可是以GovStack 或者是 我們不是說 OpenSource 對 Public Code這些 因為當它在 Implement到一個 機關的時候 它需要 合理公務 對啊 它需要有一個 流程的 對 那種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 考招艇 甚至有一個 基礎的一些 對啊 對 對 對 裝得進去的人 對 裝得進去的人 對 那 從這個時候 才會幫忙去做 幫忙做 你說 後續的流程的 怎麼會做 對 對啊 目前 聽起來 啊 啊 So it sounds like 啊 service delivery 啊 is not a political issue right that we should have more efficient cost-effective servic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public services that in itself is not partisan like there's no people you know no major party opposing effective deliver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no right so that sounds like most politically neutral yeah okay then maybe that's a good starting point it's just purely as a cost-saving uh measure Taiwan's experience in cost-saving through digital government yeah CP we talk about high-level things like open procurement which is kind of our flagship project it's really good for anti-corru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at tends to be political yeah if all the procurement all the bids are free for the world bank to see of course that's good for anti-corruption but it's also good for many other things right so so maybe my suggestion is to defer just like the maybe we don't talk about e-petition either which is another flagship project from the NDC uh but that's too uh far in the road uh maybe we start with something very humble uh which is uh to minimize the IT budget uh to each and every ministry to deliver on their legally required public service uh purely as a cost-saving way uh so they uh my colleagues talk about public code which means software that you don't have to pay uh for license fee uh that comes with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all you need is someone versed in computer to help you install and configure and maybe translate to your local language but that's all uh you need maybe we start with something very very humble uh because if we start with something very idealistic then there is a chance uh that the entrenched political parties uh or the religious or whatever interest uh will think it's a direct threat uh to their position yeah yeah that's true I think because otherwise some political groups are going to challenge this initiative mm-hmm okay okay so you will uh prepare some uh basic description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state of digital service delivery uh whether there's very large uh software integration vendors like KPMG or IBM that or Deloitte that we don't know about right because they are almost an entrenched interest okay but if there's not much of them okay and then on our side uh we will uh think about the kind of public code or easily accessible code uh that we can uh use as examples uh very small examples not comprehensive like procurement platform uh but if when needed when asked we can talk about open procurement and so on but it would not be a prescription it would not be a do this first okay okay yeah that's great yeah what time frame when would you hold the workshop uh shall w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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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ly january um if possible um 提前的準備 就是正在進行 對 那 呃 看起來就是 正式的那個活動 應該會是在1月 好 好 我不知道 臺灣 明年初節 什麼時候 二十號 一月到時 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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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二十號 大概的時間 應該會是在1月的一號到二十號之前 好 那可能 when is going to finalize which one the time date 是在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no I think if it's career public service level uh then as long as it's not the new year holiday we we will uh we will be able to to have teleconference uh that's fine but uh it will not be our MPs it will not be our ministry that's to say not me right because it's not your MPs and not your ministers either it would just be senior career public service and senior public career service uh and if it's on that level and it's just sharing the knowledge of cost effective uh public service uh delivery uh using public code uh and other free resources uh I think it shouldn't be a big problem Eric can probably how about that right away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目前看來應該就是在一月的十 一月一號到十五號之間 是 那其實最有可能應該會是 通常是這個活動會是連三天 對 所以是禮拜六日跟一號 嗯 那我這邊也想請問就是大家 通常是什麼日期比較方便 當然禮拜一會比較方便 對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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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次這個就是這個分享 可能我們那邊會不需要 不需要翻譯 就我們用英文不行 不是因為他們 嗯 我們那邊英文雖然是官方語言 但是它主要都是可倫波一些經驗在使用 啊 對對對 所以當然就是 所以事物觀不一定英文都很聽得懂 不一定 有些OK 那可能在表達上 對對對 為了要時間上要比較可以配合 是 所以我們那邊會提供翻譯 好 就是英文翻譯成Singhara 對 對 好 所以我們不用做什麼事 我們就用英文講就可以 OK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事物觀 呃在外交上 在那邊出現 在視訊手課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的事物觀 就我們這邊的文觀 就是會不會有些那個 抗議什麼 抗議什麼 對 因為之前 抗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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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 也有公民團體啊 我們也有提議局啊 所以 所以也不是說一定要事物觀來講 只是說我們當然希望雙方都是事物觀 只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外交上的麻煩 對啊 我們也有提議局啊 所以也不是說一定要事物觀來講 只是說我們當然希望雙方都是事物觀 只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有外交上的麻煩 所以我明白 因為從中央所發言 對中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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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但是因為這是證據的 可以說你只是在拍攝一個魔城市場上 對著唱的 但是 我們看起來 在第一次的事物觀 在第一次 Fall 我們為了這個選項 我們會被行動 我們會對此風評 而我們會被行動 所以你最好 不像是政府的公司 我们要是公司的公司 我们要是公司的公司 那是更多的挑战 当然 那是这样的 我认为公司的公司 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挑战 因为我来到这里 我讨论了 我讨论了 对于总统的官司 是政府的公司 他很开心 好 好 知道 他们是这样吗 我认为公司有关 是公司的公司 或者公司有关 但是我认为公司 他们就是公司 会和公司 不管是公司 因为公司 他们并且不想 但是他们不想 认为公司 而其他国家 也许可以支持Sri-Lanka这种状态 因为它是零 foreign reserves 也许是没有关系的关系 因为这种困难 政府政府也想出现这种困难 因为这种困难,他们最终欢迎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让我们开始这种困难 我们对我们不断断这种困难 which is why I will not be the speaker because that's automatically politicized and so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it's a working level senior public servant to senior public servant relationship we're happy with that yeah that's I think it's a as organization I take this as a very serious responsibility 我们的目标是,一天,希望能帮你和Sri Lanka一起一起。 我们必须开始从开始。 那就这样子吧。 好,谢谢。 最后我想请问,我们这边的话对口,或是我? 就是运动网络。 多一只差点不少。 我知你,你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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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